而110年的元旦之后有多项攸关民众权益的薪制上路 包括口罩实名制、奖价、基本工资调涨、手摇饮料、强制标示热量和莱猪进口多项规定等等 相关的措施规范也请民众要特别的注意 110年元旦有多项攸关民众权益的薪制上路 其中实名制口罩调整为14天可以买10片40块钱 劳工月薪调高到24000元 时薪调高到160元 约有208位劳工来受费 综合所得税当中 每个人基本生活费调涨为18.2万元 约有205万户受费 健保费率调涨到5.17% 一家四口每个月要多负担242块 劳保费率调高为11.5% 月薪24000元 劳工自行负担保费增加了24块 国民年金保费调高到9.5% 270万人每个月多负55块 在手摇饮 现冲咖啡必须要强制标示糖量和热量 包括粉圆、野果也必须纳入计算 另外元旦开放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肉品来进口 在环境部分声音照相执法抓噪音车 涵拱的产品限制输入 内证部分在1月11号要发行提升台湾辨识度的新版晶片护照 1月12号开放83年次以后 一难申请扶警察局消防疫 在农业部分农业保险法上路 农民退休除金上路 相关的新制措施民众也可以上网查询 大华人新闻总和报道 大华人新闻 大人新闻 大老 汉